指控他們在練習生時期 被經紀公司老闆和PD猛烈對待 像是被球棒K或是被吉他循環到脖子 又是被監禁 不只要每天或每週報上自己的體重 超過公司的規定 就要被責備或是嘲笑 在影片開始之前 可以訂閱我的個人IG 還有我們推播IG喔 嗨 又到我們TIFF的推播時間 我是Demi 常常有聽到波爸們說自己有偶像夢 然後也看到不少人想要成為偶像 而去當了練習生 但大家一定知道 當練習生的幕後 有很多不為人知的心酸 跟一些內幕 今天我們都市傳聞系列 就要和大家聊聊 在韓國當練習生的真相與內幕 如果你也喜歡偶像 戲劇 各種幕後好玩的事情 或喜歡聽我coverK-POP的歌曲 十邊卡通人知事 都歡迎到右下角訂閱我們 開啟小鈴鐺唷 在韓國大大小小的娛樂公司 大約有100多間 大多都會以公開徵選 心探發掘 和學院徵選等方式來選擇練習生 現在則是還有很流行的選秀節目 在前陣子舒華主持的網路節目也可以看到 心探挖掘的部分除了直接去路上物色人選之外 現在也都會用SNS來選角 在IG上搜尋相關hashtag 很多人為了要讓自己可以被關注 就會打上自己是哪一年出生 新人開發組 和IDOL支援聲等關鍵字 並在IG上放上自己的各種照片 或表演片段 為的就是要讓自己 更容易被娛樂公司看見 至於公開徵選 就是每間公司 會在海內外公布時間和地點 符合條件的就可以前往參加 大家會在現場表演唱歌或跳舞 如果表現不錯的話 就可以被選上進入下一關 學院徵選的部分 韓國現在也很流行開設音樂學院 讓有興趣成為偶像的人報名參加 學院也會準備一系列的培訓課程 因此也會有不少娛樂公司 會前往學院徵選 或是搜尋有沒有尚未被打磨的原始 當然在年齡上也有條件 目前Cube娛樂年紀最大 接受到2008年出生 也就是15歲左右 往下的年齡只是沒有太多的限制 相信目前其他經濟公司的條件 應該也是差不多 在被選上後 開始就是一連串上課和練習的日程 除了學校的上課時間之外 通常大多時間 都是呆在公司的練習師來培養實力 然後準備每週和每月的評價考核 首先,我會演出很輕鬆的 晚上9時半的離職 午前也會受到個人的課程 午後也會一起 每天晚上7時半的離職 在早上離職 我會在早上離職 内容是在分享Cube娱乐的练习生课程 全部列下来竟然高达17种 基本的唱歌、跳舞、Rap是一定要的 再来就是作词、作曲和乐器的相关课程 语言课程也有给外籍成员的韩文课 以及学日文和中文等外语课 先下来有团体合作课、健身课、时尚课、演技课 团体生活跟工作相关的进修是一定要的 另外还有人性教育、员工教育、礼仪课、性教育以及毒品教育 毕竟当练习生们的年纪都还小 很多跟生活和人生规划有关的教育也是很重要的 最后则是有性格检测、适应性检测、定期心理资商和公益活动 超级密集的课程 也难怪练习生们常常都会睡不饱 或者是练到瘦伤还没有发现 这部分是在乱业务上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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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要当多久的练习生才能出道呢 这也很不一定 从零天到十年的都有 真是说出道真的很靠运气 如果当时公司想要推的组合刚好很适合你 你就有可能亮相 不然就只能一直换部门换公司换到你有机会为止 当确定可以成为练习生之后 就要准备跟经济公司签下练习生的合约 过去练习生的合约基本上不输给出道后的奴隶合约 虽然说基本也是以三年为准 但是也会有五年七年等情况 而且在很多部分都会写得很不详细 像是收益分配条款 或是合约转让给第三方时要的条件等等 其实都很不明确 面对不同的未成年或家长 也很有可能被娱乐公司的话术给骗过去 这就造成在练习生时期 如果发生什么合约纠纷的话 就需要赔偿违约金给公司 也因为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 直到2019年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才通过了 大众文化艺术领域练习生标准合约 内容强调练习生的合约不能超过三年 训练费用基本上也都要由公司来负担 并且严格禁止侵犯人格权 或是不正当的财富要求 只是说虽然有这样的民文规定 但很多公司还是可以钻漏洞 所以在这边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偶像梦的 你们的合约一定要非常谨慎 仔细小心的就是阅读一下 然后或者是找认识的人 或者是律师帮你看看这个合约合不合理 这真的非常重要 你单切下去很多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 除了从合约开始就有一些不正当的对待之外 其实在练习生时期也是存在许多潜规则和内幕 首先是公司对体重和外貌过分的控管 不少艺人都有提过 他们在练习生时期都会要求减重和体重控制 有什么叫做标准的拍摄 这就是他们会让你站在不同角度 然后拿着你不同拍摄 然后他们会说你看这个角度 或者你看这个角度 转到这个角度 超过公司的规定就要被责备或是嘲笑 然后他们会让我们站在一线 我们比较重的女孩 然后他们会让我们走上这个角度 然后他们会召唤你身体的身体 前面的身体的身体 然后如果你的身体的身体没有下降 那我们会变成了 之前的Less Ruffin公开纪录片就可以看到 公司还是强调要严格进行身材控管 认为女孩们没有做到百分之百 因此要求他们要更自律 公司也会尽量帮助大家 我会非常清楚 其实我好像没有100% 这样小樱花听到后忍不住哭出来说 听到公司这样说觉得很冤枉 他们已经很累了 每次他看到成员因为这件事情被骂的时候 就会觉得很痛苦 但他也希望成员们都可以更重视这个问题 竟然从事这个工作就要多注意 只是这段画面公开后也引起了不小争议 不少人认为女孩们已经够瘦了 竟然还要要求减肥 不过也有人认为这就是粉丝喜欢的模样带来的风气 是在大家高标准下产生的结果 至于外貌方面 过去时常就有听说 娱乐公司会在要求练习生时期进行整形 像是戴牙套 跟双眼皮 垫鼻子 或是垫下巴等等 这些状况到现在都还有可能发生 不过也有少部分因为讲求个人要有特色 所以近几年来 以自然美出道的偶像也逐渐变多 你能想象吗 每天都要站体重机 大家 这个强心真正要打好 压力好大 因为听说他们是 超过那种0.10年都不行 你就是一定要 标准在那个范围内 然后也想他们每天都那么累 然后吃不饱 然后你又要被骂 你很胖你很愁 哇真的是 心理压力 百分之百之大 限制自由 公园少女日记成员MIA 在团体解散回到日本后就说过 当初在练习生时期 就像被关在监狱里面一样 他们的手机全被没收 想和家人联络的话 只能和经纪人短暂借一下 其他时间全被困在 如监狱般的公司练习 也没有什么自由时间或零用钱 场景下来让他们觉得自己要疯了 没想到出道后公司也没善待他们 虽然说当练习生的时候 和素和没收手机是挺常见的事情 但有些公司可能会太过头 过度操控人生自由 相信这对未成年 对社交还很有兴趣的孩子们来 肯定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尤其是还要被限制和家人联络时 真的是有苦会说不出 练习生时期也许费用都是公司支出 只要自行负担生活费 但最可怕的是 在于跟公司签约时 所谈的确认出道后的抽成比例 因为不只会扣掉当初的培训费用 抽成也会根据公司有所不同 有的是73分、64分或是55分 更过分的还有91分 如果是团体出道还要跟成员们分润 让偶像们即便出道后生活还是非常的困苦 真的就是被包装在光线亮丽外表之下而已 公司暴行 有一些娱乐公司会不把练习生当人对待 像是在2018年就被爆出乐团 The Eastlight 成员李硕册和李胜炫 指控他们在练习生时期被经纪公司老板和PD猛烈对待 像是被球棒K或是被吉他环绕脖子又是被监禁 不只身上出现伤口也时常用言语露骂 这件事情爆出之后韩国网友也气到前往青瓦台 国民情愿板发起情愿活动 隔年这位代表和PD也分别被判刑八个月和两年的有期徒刑 经纪公司同时也被罚款了2000万韩元 大约是台币的47万左右 虽然这件事情有了判决 但早已让当时未成年他们身心受创 有钱先出道 一名抖音网红Bianca表示自己曾经当过SN和YG的练习生 所以他常在网络上分享当练习生时的经历 其中他就有提到 在众多练习生当中 虽然有些人真的很努力也很有实力 但这些人出道的机会却被挤掉 被那些拿得出赞助心的人给抢走 他也说这样的现象不止在小公司才会发生 在SN、YG、JYP、HYPE四大公司也很常见 毕竟要让一团偶像出道 背后一定会需要大量的资金成本 所以如果有练习生家里金钱实力悬后的话 公司当然也会很开心的接受 然后就让那个人轻松出道 即使没有失力也没有关系 不少偶像们在出道后 回忆起练习生时期都会觉得很感慨 像BLACKPINK的JENNY就说过 月中月末评价让他印象深刻 因为当时要在一个月内准备一首solo歌曲 一首团体曲和一首舞曲 然后从组合名 编舞、服装和声乐影片全部都要准备 因为每一次的准备时间都很短暂 每个人都处在高压试炼的状态 加上身边的人又来来去去 让他们很害怕下个离开的会是自己 舒华也曾在直播上念了一段 过去他在评比时需要用韩文讲出来的东西 当中他就有讲到自己当时身心都觉得很疲累 不只觉得自己像是其他另一生的包袱 也曾被说过不应该待在那里 念着念着也让舒华忍不住哽咽 我今天还是有点神娩感 不不舒服 另外我估计的是 有不成功的聲音 我心痛得不成功 但我喜歡別人和別人的相似 所以我希望我能夠支持 我的朋友們和朋友們 非常感謝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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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便力的 所以今 release 我希望似的 antibody AK 是不是 厄оров 真是 是真的 2016年的修華是2017年的更好的修華 也難怪當時修華上小S節目時 就說自己有想要逃回來過 只能說幸好修華撐得過去 才能出道讓我們看到呀 而且越來越進步了 像是現在有很多選秀節目的出現 也可以讓大家直接看到練習生他們私底下 訓練跟一些比較辛苦的過程 而且在他們提早曝光的狀況下 也可以讓他們提早去累積他們的人氣呀 累積他們的粉絲 但相對的他們也是在這個狀況下 必須要承受壓力也更大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影片 相信有不少播放們想要去當偶像的 真的在最後一定還是要提醒大家 合約一定要看清楚 一定要找認識的人或者是熟悉的人 或者是律師等等幫你們確認好 這個東西是完全無誤的 然後你也放心的可以去做 然後在真的成為練習生 有很多很艱苦的時期是需要熬果的 但大家只要想清楚你的夢想是什麼 然後值不值得你付出 你只要對自己負得了責任 也對家人負得了責任 那就支持你們去做 然後也歡迎就是之後有成功出道爾波爸們 可以來我們節目 或者是讓我們分享你們唷 今天有哪些練習生的狀況是讓你覺得最驚訝的呢 或者是還要哪一些我們沒有分享到的 都歡迎到影片分享留言處 還有我們討論你們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今天6號就開始展覽了 我們趕快繼續看一下吧 GO 秒鐘 -3,3大門就在衝突 -410,1一層 -211 三一層 -811 三一層 -212 二層 -111 三層 -317 三層 -416 三層 -111 三層 -516 三層 -3 1 -513 三層 -516 三層 這代是誰? 是Pink兩個愛心 是Joshen 哇 Mano 帥 請靠比這個髮型 請靠比這個表情 OK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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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這都是親筆簽名 真是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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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好 還有很多啊 大家來 請準備好你們的新台幣 謝謝 哈囉 好滿足喔 真的很精彩 裡面它我覺得很用心的是 他們的表演舞台 尤其都是在重新設計做 然後照片也是為了粉絲新拍的 然後他們的節目 真的很用心 而且我覺得如果你喜歡這些團體 你知道安排比較長的時間在這邊 因為你進去拍照真的是 我跟妳講拍風 拍風 而且可能要拍歌 然後後來的MVG 看超久 出不來 出不來 太好看了 螢幕超大 你的偶像是在你面前 而且到時候還會有一些小進行 你就可以跟你的偶像進去以後這樣 沒錯 還有情節要準備好 最後有一個地方真的會待超久 這家荷包要抓緊 錢先領好 應該是可以刷卡 不一定 就是 還是先領好 對 真這麼說 就是 西歐卡 第一次可以啊 新台幣 推薦大家趕快來看 超髒的 在搜菸的4號倉庫 對 搜菸4號倉庫 時間是 7月6號到 9月10號 OK 那我們要 跟大家說拜拜啦 拜拜 大家有覺得我今天聲音乖乖的嗎 我最近感冒 你們可能最近看到我穿黃色衣服的影片 都是我感冒的時候錄的聲音 特別性感 希望你們還喜歡